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轮主场作战的我国熊师队 以1比3不敌泰国苦吞预选赛二连败 蓝一的泰国队开场第5分钟就在禁区推射攻破我国龙门 熊师队在第41分钟凭借中场的默契配合扳回一球 两队在下半场都互有攻防 但是泰国队成功把握机会 分别在第66分钟和第87分钟连中双元击败熊师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